你会认识吗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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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知道 就是用东西交换东西 BodyChain就是物品交换 就是好像物品跟物品换来换去 然后service跟service换来换去 这样子咯 我觉得我应该知道吧 就是哪一样你觉得有价值的东西 跟别人换你认识相同价值的东西吧 可以带给我们的好处 就是 原来如果有什么想要换的东西 我会拿去换咯 我不会特定去卖 再拿钱来去买咯 这样子浪费时间吗? 我觉得在现在有一些东西 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如果你觉得有价值的话 你可以跟别人换 这个才是有意义 比较有意义的东西吧 我觉得它可以让人们建立起信任感 对彼此的信任 因为你拿一样东西去跟别人交换 一样东西是需要很多的信任建筑起来的 很多啊 可能有篮球跟足球啊 或者篮球鞋可以换去足球鞋啊 或者篮球鞋可以换去足球鞋啊 呃 麦滴水 还是 一本日记 喜欢你觉得有价值的东西 都可以吧 我觉得 回忆吧 故事 我觉得可以接受 我会告诉他我的故事 呃 我觉得 会吧 我觉得很有趣啊 因为跟人家讲一些故事 也可以带 带 为别人带来一些快乐啊 因为别人没有旅行过嘛 而且也可以拿一次 free 的 hair card 也不错嘛 新发行耶 OK啊 就 我跟他讲我的故事啊 跟跟他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啊 我去了外国是怎样啦 外国是怎样啦 然后他就给我一个 free 的 hair card 这样子 OK啊 我觉得很值得 我会试试看 我会下载 当然啦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很有趣嘛 因为换东西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方式啊 就在这个现在以信钱来衡量这个社会里面 嗯 要啦一定try啊 我很多东西啊 这东西拿去换一下 看有需要啊 看可以换出什么东西哦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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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